嗨 大家好 我是南加州房地產經紀人Rainy 今天的聖地亞哥豪宅開箱 我們來到我們Tim的獨家代理的房源 這個房子是在今年的時候 全新裝修過的 裡面非常的漂亮 我們是在San Diego的一個富人區 叫做Ranchos Lafay 這個是一個高爾夫球場門位社區 那我們會再做另外一個video 把這個社區的整個facility 還有設備再告訴大家 那我們先來看看這個超級豪宅 大家可以看到一進來的時候 這是一個非常寬敞的大廳 而且這跟我們在美國很多豪宅不太一樣 因為常常就是一進來就是一個大門 那很多人說這叫穿堂煞 但是這個房子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一進來是美麗的風景 但是沒有穿堂煞的問題 然後我們往這邊走 這邊會是一個office在這裡 因為現在人很多都需要在家裡工作 所以這邊有一個很棒的office 還可以看到外面的風景 然後過來這邊的話 這是一個餐廳 那餐廳的旁邊會有酒窖 所以反正我們走過來以後 會是到 會是到另外一個family room 那這個family room 和廚房是連在一起的 然後這個房子有一個蠻特別的地方 是它的廚房還有另外一個小廚房 那等於說比較雜亂的東西 可以放在小廚房裡面 我們先來看這個大廳 這個大廳看出去就是泳池 還有一個非常非常棒的view 這個view大概會是在這個小區 這個bridges的小區裡面 數一數二棒的 那過來的話 這邊這個是廚房 廚房當初都是用非常非常高級的材質 大理石 還有white oak cabinets 這些東西都是客製的 然後這邊看出去 它是一個很大窗子打開 所以會有很棒的indoor outdoor living space 那我們再過來看我剛剛講的 這個小廚房 這個小廚房的話等於說 就是很多雜亂的東西 可以在這裡使用 然後這一間是我們的主人房 主人房一進來可以看到 非常高的ceiling 然後它整個環繞四周的 美麗的風景 然後進來這個浴室無敵漂亮 進來看 它整個設計感是非常非常高級 高端 然後是現在最新穎的 比較簡單 但是有這個organic warmth the feeling 然後有非常大的shower在這裡 然後這個是 his closet and her closet 有一 paar小時 甚至乎是在這裡 然後是有那些衣服 甚至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有一個小廚房 在這裡 想像是在這裡 有一個小廚房 有一個小廚房